自陈情令失火后,肖战虽然经历了半年的沉沦,却仍处于上流行列,很多人都在问肖战为什么会这么火,其实,单就他这五个特点来说,放眼整个娱乐圈,恐怕也找不到几个人能拥有,肖战的火,不是一个短暂的暖流,而是一个持续的发展。 娱乐界从来就不缺爆火的明星,只是像肖战这样,做到老少通吃的,真的不多见。肖战老少通吃的说法,主要是因为他的粉丝群体真的太大了,在60后和00后之间,这一跨越半个世纪的歌迷群体,是不可能由任何人拥有的。 那为什么肖战可以有如此广泛的粉丝群呢?下一步我们就来具体的聊聊,让肖战不断的爆火,并收获了无数粉丝的五大特质。 一,肖战的正气,娱乐界从来不缺明星,但真正能做到得到广大网友认可的,一定是拥有正能量的明星。 其中,肖战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。 第二,肖战的宠粉,肖战不仅给自己的歌迷,取了个小飞侠的名字,而且,还还给歌迷服装设计的图案,甚至多次与歌迷分享自己喜欢的歌曲,自然也收获了许多忠实歌迷的爱戴。 第三,肖战的野心,自从陈情令失火后,肖战的流量和人气不断上升,现在更是达到了巅峰。 即使他现在选择在已有的舒适圈里享受生活,也许多让他永远就没有烦恼。 然而,他却时时刻刻表示,希望能尝试更多的角色,不愿意在已经有的条件下安逸的享受。 这样的品质,又无形中给影迷们增添了好感。 第三,肖战的野心,许多大牌明星,都喜欢为自己打造完美的形象,而肖战即使名列榜首,仍然给人一种邻家大男孩的感觉。 正因如此,才能使歌迷和观众感到非常亲切,自然也乐意接近。 第五,肖战的谦虚,许多艺人还没有成名时,就已经看不见了。 一旦成名就开始耍大牌,感觉自己高人一等,并且,肖战已经达到了许多艺人,一辈子都无法达到的高度,但他依然保持着谦虚的态度。 肖战出道多年,虽历经人生百态,却仍能坚持不懈,凭借这五个特质,真的是想不火都难。